餃子好吃嗎 餃子好吃 NUBI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圓 那今天的話 圓要做餃子 做牛肉餃子 因為待會呢 我們會把這個餃子帶去朋友家煮 就是大家還記得嗎 關頭跟那個閨蜜 Tobias 她最愛吃餃子 可以試一下 那之前的話 大家都說我包餃子包的不好 這一次呢 我跟一個大姐 一個老師學習的 希望能成功嗎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不過呢 雖然說圓包小子不太行 可是我做的牛肉餡是很好吃的 所以今天會忘記不正確的 我用來做的牛肉餃子 還有一個小小小小的小小 提升 我只想让你们和我一起感受下光头哥的魅力 我都想让你吃 Nina,吃了咖啡 嗯? 是的,吃了 谢谢 嗯,谢谢 我知道 你会吃什么? 好, Nina 你吃了,我吃了你 我吃了,我吃了,我吃了 我吃了,我吃了,我吃了 我吃了,我吃了 你吃了,我吃了 我吃了,我吃了 你吃了,我吃了 你吃了,我吃了 你不想吃不吃 你不想吃不吃 你不想吃 好吃嗎 好吃嗎 不想吃 因為你不想吃 因為你不想吃 還有咖啡 然後Tobia 有很多不同的香料 還有不同的辣椒 不同的Curry India Curry 他說這個是 吃steak最棒的 辣椒 這是Tobia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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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牛奶 哦呀 真的很好 我做了一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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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吃了 其实增幅老外的味蕾 真的饺子就足够了 你看一下 这两个德国人吃的多香啊 这可是圆第二次赶皮包饺子啊 下次再练习一下皮 就可以出摊了 可以卖50元 15个手工饺子 怎么样 价格如何 哇 在这 手饰在这里 嗯 嗯 而妮娜呢 自从跟了婆比亚来我们家乘饭之后啊 从此也入坑了 这里呢 不是她不会用筷子 而是她家就三双筷子 嗯哼 礼物已经有了 而这一对夫妻呢 也是一对吃货 大家看到这里肯定想起了 上一次来我们家吃饭 还打包走的阿里斯安德夫妻 没错 他们是邻居 以前是旧同事 所以呢 圆周围的朋友啊 都是吃货 谢谢 那是什么意思 是真的 嗯 嗯 可以吃饭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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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黄瓜 嗯 台黄瓜 呀 super 哈哈哈 嗯 嗯 英文明明 英文明明 明明明是想要用 中国人的食物很厉害 对? 英文人很热 我觉得 牛当然是热 饺子好吃吗? 饺子好吃 饺子 你们说会不会有一天 所有德国人都会说 好吃 它是很美味的 嗯哼 然後 他們想嘗嘗 一起吃餃子的感覺真的很好啊 看到身邊的朋友吃得香 自己也感覺到幸福 曾經有很多人留言說 原從洋妹外只會做給老外吃 真的就是格局太小了 做飯就是我的愛好 原本身就屬於服務型的 喜歡分享沒有什麼壞心事 當然只要我認定是我的朋友 我的付出都不需要得到回報 如果需要回報的付出往往都是不單純的 這樣你遲早一天會受到傷害 俗話說得好千金難買我願意 你不會吃不住 我會不會吃不住 我會吃不住 你不用吃不住 你不行 你不要吃不住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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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吃不住 就沒有人吃不住 好了吃完後朋友收拾餐具 我們一起去看看它繁殖的情況 而朋友呢自己見繁殖了 而今天的天空呢真的太美 这也太漂亮了吧 而这个建房子的视频呢 圆打算单独出一个 这样子的话 你们会可以大概知道 在德国建一个房子 需要多少钱 看到这里别滑走 到了接下来呢 圆要和大家聊聊天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圆 很久没有这样子坐下来 跟大家聊聊天了 主要是最近也比较忙 这一段视频呢 是后面后期补上去的 因为我剪辑的时候 我其实心情是挺郁闷的 因为想起那一天的场景呢 就让我就觉得 哎呦我就是挺受委屈的 具体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是这样子的 当时呢就是元代的角质过去 还有那个小米的锅 那小米的这个电磁炉呢 它的插头呢 是跟德国的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是我们中式插头 那你是需要一个转换器的 知道吧 那个时候呢 我们都没有带 就是我们俩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因为积极满满的嘛 可是这也不是我的问题 对不对 那关头哥说 拿着插头的时候插不上电 他就很生气的对我凶 他说 为什么不带转换刷头过来 然后而且是当着朋友的面前 就是语气有点那种比较重的感觉 那你为什么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要对我凶 然后责怪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单上就提出了 而且呢他是那种 关头哥是那种很急 本来他就是非常急的人 你看他吃饭就知道了 然后呢 他又当着朋友的面来 对我语气很送 然后呢 我又 我早上又要包饺子 然后我要剪辑视频 什么之类的 我就 我就说 你做了什么事情 好对不对 当然我这个朋友呢 他说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家里面有个转换器 你明白 这确实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可是很小的事情 可以从你对人的态度 可以体现出你对你老婆怎么样 后面呢 全程吃饭的时候呢 我其实心情是不太好的 后面呢 我们看完朋友的房子之后呢 我在车上 我们回家的车上的时候 我就很 我就表达出自己的 我就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说 我说 你说真的 今天你真的 伤害到我 你就是 你的这个当时的 作为 就是像一把刀一样 插进我的心里面 我的心到现在 都是隐隐发痛的 后面关头哥 他就没有吭声 过了 过了五六分钟之后呢 他就正式给我道歉 而且呢 他说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以后不会再来做了 怎么说呢 我发 他后面这个是 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做 反正我觉得嘛 就是将心比心 任何东西都是将心比心的 不是说 因为你的面子 然后呢 让我难堪 这个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你们发这个视频 就是给你们发发牢骚 现在呢 就解决了 如果以后有什么 这些问题的话 我就一巴掌打过去 好不好 OK 拜拜 关注我 拥有更多快乐